这个房子4700尺要价430万 5个房间双主卧 每个房间全部都有套房 占地是6900尺 2014年New Home Company做的 三车位的车库Tandem 基本什么都有 然后那边那个房子其实刚刚卖掉 卖了500万 不过它大一点 价格差70万 但是这里面装修是非常非常好 整个格局也很舒服 这个奈活砖我都很喜欢 这个砖石进去 后面有灯 一个玻璃的门 很高级很高级的感觉 进来就是一个调控 水晶灯 非常开阔的这个工业 超大的档台 全部都是Core Size 看这种是比较老式的做法 可是就感觉很高级 全部是带软环的 带助尼的 Death Tail 这边又是天然的石头做背板 选择大 12-24的 也是WUF的全套的 Appliance 它这个房子是有一个中储的 中储的 又是Sub Zero的大的冰箱 两个Sub Zero 这边是窑窗 这边是窑窗 那个时候都是高级的房子是窑窗 楼头 升级的放锅的抽屉 石墓地板 全石墓地板 Pantry 这里有这个48寸的Sub Zero 这边成了一个 你看客厅 太舒服了 它虽然没有调空 可是它这个空间是差不多12-3尺这样一个空间 很高很高 我们看到上面其实它这些outlet接口是这个surrounding sound 它做的这个音响的接口 我没有做音响的布线都已经布好了 这边是它的一个餐厅 它这里是放的圆桌 但你是可以去放一个长的餐桌 可以的可能像放在这边 看它这个by folding的这个门啊 这边到中间这边往那边推 然后藏着Douglas的窗面 非常非常贵的 全部都是电动 超大的一个加州屋 出来这是一个小的喷泉 院子不大 占地6900也不能说小 因为它房子占地大 但是它其实它是蛮宽的 它如果不做这个加州屋 从这边从墙到那边又差不多小10米的距离 不能说小的院子 这院子不小一点都不小 只是它这样做法就是把空间画开来 其实也很好 你看它这边还有outdoor kitchen 有水池冷热水 我们看看是不是就冷热水 这个冷水一般好像这边他们都不排热水 但是你可以装一个小的小的热水器 可以做热水 这边小锅子对吧 小小的一个不大 小烤炉 挺好的不用很大就打烤炉 这边又是一个主卧 它是双主卧 这边底下是主卧 上面是主卧 这卧室也可以直接出来到后院 很舒服 这边全部打开 这个院子是西北朝向 今天是大阴天 所以其实采光很不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个大概 主要是这个户型 然后进来一楼又是一个主卧 一个次主卧 其实面积很大 我就感觉好像比二楼主卧面还要大 只是这些灯14年的时候 这些灯不是现在新的LED 可以改掉 这很大气 这个真的很大气 这8尺的门加上3尺的层高 这边是差不多11尺主卧的层高 很舒服 像这个配色我是很喜欢的 我家之前在Portola Spring的时候 也是建商的这个 选的也是这样类型的食材 这感觉很温暖 然后也很显高档 布洛室的淋浴房在这边 从这里进去 全部到顶的 这边也是带Water circulation pump 8尺的门 就是门是空心的 或是吸尽的 我们看到它厨房后面 刚才没留意呢 这个后面也是贴砖一直贴到底 它就是厨房没有裸露的地方 除了当然这里不算 这里不算 就是这个底下全部都是 4个panda light 然后这里是它的powder powder做得也很好 这里 啊这里也很 这个大家可以借件 如果希望小装饰 这边可以做一个 天然的石头都是 一楼都是8尺的门 这边有小的closet 这边其实又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可能是可以改成做西方 他们没有选择升级 当时是new home做new home 这company做很多的豪宅啊 现在它跑到安大略 我们朋友买了他安大略的房子 就是人家是做豪宅的 后来再做成小的房子 就很精细 软水器有的 然后全屋太阳能是父亲的 你看它其实三丑位 紧凑型的三丑位 对吧 那么基本上就是两丑位 加一个储物 没有问题 这种房子在尔湾也很难找 很难找 你现在新的全部都是两丑位 这边是一楼的一个客屋 它是除了有个主屋 还有一个客屋 那也可以把它做成办公室 自带一个套房 那边全部都是种木纹的地砖 很温暖 而且很阳气 然后配上这石木的底板 这边是一楼的 二楼是三个卧室 加一个loft loft也差不多 二楼是九尺层高 我特别喜欢Rivelo的一点 Rivelo它二楼一楼都是十尺 门是八指南正门 是小门 六车七的门 但是也不太影响 你感觉这个房子有很高档的感觉 还有它的装修也有关 装的也是非常rich 像这些淋浴房 长的subway 它有树牌 树牌可能就觉得太现代 它又做了stagger 拉回传统 然后再加一个liner 当然liner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的 这边但是变成一个书房 这里也是它的一帽间 一个不如是的一帽间 这个方向是一个客户一个主卧 超大的洗法 小的卧室 像这种卧室都不大 小孩子的 但是都是不如是的一帽间 这个它做的都一样 都一样 它没有没有改变 那挺好的 都一样 卧室全部都地毯 升级的这种地毯 木板也很大 这木地板是偏红泛红 但我感觉还不错 主卧 这是二楼的主卧 就在一楼主卧和楼上 那么这个很适合 比如说多代同堂 爸爸妈妈主楼下 子女主楼上 我的卧室间一楼二楼差不多 跟卧室间 只是淋浴房放到了这边 我还是更喜欢一楼的卧室间的格局 因为它的一帽间更大一点 是一个的 这边一帽间是两个分开的 两个分开 那你做organize 要做两套东西 分开的一男一女 它这边好就好的 多了一个小的梳妆台 其实这边不要 全部打通 全部打通 不要梳妆台 整个这一面 都是衣帽间 我觉得会更好 然后这边 其实现在做法 是一个独立的浴缸 不会再做这个台子 非常漂亮的房子 那么参观的人 也是一波接一波 那么我们就到这边 没有兴趣的话 就来联系我